哎呀 人生第一招吃这东西啊 小时候在天里面抓过 舍不得吃 都卖了 大家好 我是周伟飞 挖80块钱 买了三斤豆虫吃上那么一吃啊 这虫子怎么这么大呀 这个虫子能吃吗 我也只见过没吃过 就是长在豆叶上面的那个虫啊 待会用油一炸 估计嘎嘎香嘎嘎好吃 谢谢徐哥 感谢徐哥的安排 把豆虫放下去 焯烧水 把焯好水 泡好澡的豆虫下锅 炒干它的水平 这样待会炸的时候啊 不会爆炸 98号豆油 锅里倒 多来一点 油温五重热 把豆虫放下去 下鱼锅 炸至这种硬邦邦的 脆脆的 吃的时候啊 嘎嘎好吃 现在呢 就可以出锅 来点葱姜蒜 炸好的豆虫重新回下锅 爱吃辣椒的朋友 放几根小辣椒 来点味精 OK 及时一道 这一道油炸豆虫啊 就好了出锅了 我尝尝 这个豆虫还没吃过呢 嗯 还行啊 比显像中的好多了 听的声音 嘎嘣脆 咬一口都爆浆了 这个非常下酒啊 嘎嘣脆 味道很不错 里面一嚼 它蛋白质很丰富 跟是那个治疗喉差不多 吃残用差不多 哎呀 人生第一遭吃这东西啊 小时候在天里面抓过 舍不得吃 都卖了 应该差不多十几年前 就一二十块钱一斤 现在贵四五十呢 这个真不错 嗯 说实话 哎呀 干碰碎啊 嗯 清碎爽口 对 被嚼说花生米还担心 山东 河南 安徽 还有苏北 这个东西啊 常见 家里招待贵宾搞不好才弄这个东西 哦 我这个没吃过 我们那 小时候都没吃过 江西送水道 没这东西 嗯 这玩意下酒 嗯 真好吃啊 这个吃的有营养啊 全蛋白质嘛 全蛋白质 嗯 哎呀 这 随便吃吃 随便夹几块子 你就不多了 好吃 我都还没吃尽性的 本来想呢 这个东西我不敢吃 我看不敢吃 后来没吃 越吃越上头 哎 越吃越 越吃越 越上瘾 这玩意下真不错 以后咱们 咱们如果聚餐的时候啊 人多的时候 点点这个吃 吃上美食 这个下酒啊 对 就当花生米那个夹着吃嘛 对 几个下去 估计 一两斤酒 随便 随便下肚 咖咆嘴 能接受吸气古怪东西的朋友啊 可以建议尝上那么一尝 真的很好吃 你 妥妥的一道美食啊 嘎嘎好吃 清脆爽口 口齿流香 好了 朋友们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